好声音放着听 自律力陪伴你左右 就在扬声望来 扬声online 哈喽各位亲爱听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扬声望来 扬声onlin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辛杰 是的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我们 七月份这个主题的最后一周了 大家还记得我们七月的主题是什么 没有错我们七月主题就是好睡力 关于睡眠这一件事情 那可能在前面几周呢 可能已经有听到了这个子民跟亚纯 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这个 拆解我们睡眠的警讯 怎么样睡好睡饱 还有这个打呼是正常的吗 我们邀请到了这个专家学者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这个姚明大学的教授张力宏 张教授呢有跟我们分享一些 关于睡眠的一些迷思哦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怎么样 调整自律神经可以睡一个好觉哦 那今天今天也是我们这个 睡眠的最后一周了哦 这个主题的最后一个 我们这个是压轴啊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呢 今天呢要来讲睡眠跟食物哦 哪四类好睡的食物 让你懂得吃 教你懂得吃 而且呢这样吃呢 我们可以让自己睡得更好 或是睡觉前呢不要吃什么 也会让我们比较好睡了哦 那其实这一个月都在分享 睡眠力这件事情 好睡力这件事情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 自己是好睡的人 还是属于不好睡的人呢 哦 那我其实看到我爸妈 他们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睡的人 什么叫好睡 就是她躺到床上 沾到枕头边 大概三秒钟就可以睡着 而且她不受任何外力影响 就是外面声音不管怎么样 她基本上是 不太会因为声音而被吵醒的 她真的很少很少会被吵醒 她早上只有因为 要想要上厕所的这一股 这个力量 让她就是会让她唤醒她哦 不然她其实是可以一觉到天亮的 那我爸爸呢 他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睡的人 基本上呢 我觉得这跟个性也是有点关系啦 还有以前可能一些 工作的形态的状况 也是有一些关系 然后而且我爸是一个非常敏感 他对于声音会有 任何一点声音 可能都会让他造成 就是惊醒的状态 所以他的睡眠状态 就真的没有我妈那么好 那我自己呢 我觉得算是还不错 可能没有像我妈那么夸张 躺下去三秒就睡着 但我大概五分钟之内 基本上五到十分钟 是可以入眠的啦 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小时候更能睡 我小的时候 大概就是那种念书的时候啊 我放假的时候 我可以睡到中午 对 然后睡到中午之后 再吃个饭起来之后 可以下午再继续睡 睡到晚上 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 都还蛮能睡的 如果真的要放假 要让自己放纵睡到中午 其实也是可 也不是不行哦 只是现在年纪比较 长大了一点 觉得一直睡觉 睡太多 好像有一点浪费时间哦 所以现在尽量会让自己 就是 我也没办法做到早睡早起来 但我并尽量会让自己 可能假日还可以 九点多起来 八九点起来 我没办法六七点 像平常上班那么早 但我觉得好像 至少九点多起来 不至于太颓废哦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到底睡眠跟这个吃什么食物 会让我们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哦 那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湾目前我们使用安眠药的人数 还有数量其实都相当的惊认哦 那根据台湾这个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 全台湾十个人当中 就有四个人 觉得自己是睡不好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 你自己觉得睡不好吗 那其实睡不好 自己觉得睡不好 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睡不好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自己的要求都蛮高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哦 有两成的人会觉得 在一个月之内 有失眠的困扰 在两成的人会觉得 一个月内我有失眠的困扰 那更严重的是呢 有一成的成年人 是慢性失眠患者 什么叫失眠 慢性失眠患者呢 也就是说 这个夜间辗转难眠的时间 慢性嘛 所以要长达三个月以上 其实想一想 真的每一天都睡不好 真的也是蛮痛苦的 那我们来看看 睡不着该怎么办呢 许多人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样 吃一颗安眠药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药物数十文 让台湾人的安眠药越吃越多 但我觉得安眠药也蛮有趣的 大家可能觉得 我想要就是吃一个安眠药好了 然后觉得 可是我又 医生如果说你要吃两颗 你自己又担心说 我真的要吃两颗吗 还是我自己剪一颗就好了 今天状况好像比较好 我吃半颗就好了 所以自己在那边加药 减药 其实这真的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其实常常真的都会 想要跟大家说 如果当你真的觉得 你需要吃药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吃药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好不好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真的不要吃药 好 那我们就来下定决心 做一件不要吃药的事情 也许我们往不要吃药的方向改变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听听看 张力宏老师的那一集 大家可以Podcast往前面听 都可以往前听 不用钱 不用担心 你可以再回去听一下 我觉得他有蛮多的一些 还不错的一些建议 包含其实是不是 你每一天做的事情太少了 我自己会觉得 如果我今天 就像我说的周末 如果我有心的话 我是可以睡一整天的 但现在就是觉得太颓飞 这样不好 那如果真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睡太多 真的晚上会有点睡不着 因为你今天的活动量太低了 所以导致你前面真的会睡饱 所以越长越大之后 我就觉得不行 我要增加自己的活动量 好 那我们继续再回来这个 我们说吃安眠药 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我们在2017年 统计台湾人的 这个安眠药用量 已经达到 大家知道多少吗 我觉得好惊人 我希望这是我的资产 大概8.8亿颗 所以我们的平均用量 高居 亚洲第一名 全球第二 这是不得了 台湾人可见我们 对于安眠药的依赖 有多高 所以我们可以说 睡眠问题真的会成为 台湾人的一个集体焦虑的 重大议题之一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好好的睡觉 所以我们可以去 再说再说一次 我们可以听听看前面 张力宏老师有一些 蛮好的建议 而且我觉得睡眠是一个 非常长期的一个生活形态 它真的不会是一天两天 就能改变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逼迫自己说 我今天本来你都是一点睡的人 然后听完这一集就觉得 好 我从明天开始怎么样 11点睡 其实两个小时时差很多 大家不要这样逼迫自己 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 可以增加一点怎么样 早上一些激烈的运动 或者是多用脑 用脑也是会增加我们的活动量 也会让我们觉得累 还可以营造一些舒服的睡眠环境等等 那我们都说明以食为天 所以我们真的很爱吃 所以我们要懂得吃 所以我们要聊聊 怎么样叫吃得对 可以助睡眠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聊聊 会偷走我们睡眠的食物 这个食物呢 就是我们可能习以为常 而且每天不离手 但是会让你晚上睡不好 而且这些食物呢 就是不知不觉地 偷走了你的睡眠 那像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很丰盛又很油腻的晚餐 尤其是在这个节日啊 母亲节父亲节 大家真的好喜欢聚餐 对不对 母亲节一定要在这个晚餐 要吃大餐嘛 对不对 然后 现在七月了 比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大型节日了 但可能八月 七月可能小朋友放暑假 放暑假可能有的时候 因为帮忙带孙嘛 那可能就是儿子女儿 可能会想说 周末要感谢一下爸妈这么辛苦 平常这么辛苦 帮我带孩子 所以可能周末 就会又带爸妈去吃好吃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可能吃了大餐 满足了口腹之欲 大家觉得很开心 但是也许你可以观察一下 你会不会在那一天 就造成了你失眠的状态 晚上吃的太多 或者是吃尽了一些 真的是高脂肪的食物 会延长我们的消化时间 所以会导致我们 无法好好的睡觉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个丰盛的一餐 安排在午餐 这个晚餐我们就尽量 少吃一点清淡一点 选择一些比较低值的蛋白质 譬如像是鱼啊 我常说海鲜是一个非常好的 蛋白质来源 那鸡肉啊或者是瘦肉的部分 那这些吃法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避免发胖 晚上不要摄取太高热量的东西 心结现在也很少晚上在吃 这种过于油腻的 就真的像这个 刚刚我们讲的 真的晚上吃太饱 我也觉得好难睡 我觉得好痛苦 所以尽量不要让自己 就是晚上过着这种 太痛苦的生活 好再来第二个呢 可能这大家也都蛮知道的 就是我们说 含咖啡因的饮料 或者是食物 那饮料当然就包含了 咖啡啊 我们说的茶类啊 奶茶 甚至包含了可乐 还有这个可可 热巧克力这一类的 那食物可能就包含 这个食品 有一些巧克力的食物啊 或者是糖果 茶凍 咖啡凍等等 这些都是含有咖啡因的哦 那喜欢喝茶喝咖啡啊 你就会觉得 哇生活充满了仪式感 对心灵也是一种支持 有一种疗愈的力量 但是呢 这个咖啡因 真的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 所以会使我们的呼吸 以及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精力充沛哦 这也是我常常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咖啡 我真的喝完之后 我都觉得 哇 今天充满了希望啊 就觉得今天上班 特别的精力充沛哦 觉得非常的开心哦 那这也是一种就是 而且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会减少我们 退黑激素的分泌哦 所以呢 也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晚上就会睡不着啦哦 那研究也就会发现呢 咖啡因呢 会抑制呢 这个化学物质的分泌 所以就会让我们 减少我们在这个 深睡时期哦 应该要充分休息的时候 反而无法好好睡觉 那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对咖啡因过敏的人哦 即使你在下午喝一杯热可可 你可能哦 半夜都会睡不着觉 辗转难眠哦 那就算你呢 不会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人 但是摄取过量的咖啡因 还是会让你可能会发抖哦 易怒焦虑不安 失去专注力以及失眠哦 所以呢 呃 对我来说啊 心姐也是下午大概三点过后 我就不太喝咖啡的东西 咖啡茶这两个 我大概都不会 三点过后 尤其是晚餐 我绝对绝对 不会喝咖啡跟茶 太可怕了 再来呢 咖啡因的利尿作用 也会让你在半夜 一直跑厕所 所以呢 你这样又想要睡个好觉呢 就是真的是很困难啊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 就是酒精 很多人会想要靠酒精 来好好的小睡一下 所以就觉得 我们睡前小桌一下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是睡眠无法持续 一个晚上会醒来好几次 或者是隔天起来 都觉得精神糟透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研究发现啊 这个酒精 以及某些镇定剂呢 会抑制我们的这个 快速动眼期的时间 而快速动眼期的时间 太少 和常在夜间醒来啊 你的睡眠就会呈现一种 断断续续的状态 也无法获得充足的休息时间 好 再来呢 就是一个产生气体的食物 这就是容易脏气的食物啦 肚子脏气的话 就会让我们很不舒服 睡不着 所以脏气会让你在夜间 不能好好睡觉 那哪一些是产生气体 会让你容易脏气的食物呢 包含呢 就是我们说的豆类 黄豆啊 这一类的大豆制品 很容易脏气 包心菜 洋葱绿花椰 还有这个马铃薯 地瓜 我想大家应该蛮常 我们说吃的地瓜会放屁嘛 它真的蛮容易 会让你就是有脏气的感觉 面包跟香蕉 甚至是甜点跟饮料等等 我觉得大家可以平常注意一下 自己吃什么东西 会有脏气的感觉 那就是 其实我觉得 就是生活中多一些觉察啦 那你平常就是 其实这种不只晚上吃啊 你只要有吃 基本上都有可能会脏气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自己 有些人喝了豆浆 可能会特别容易脏气 这就是我们说的豆类嘛 那地瓜就根本不用说了 那玉米啊 香蕉 面包 还有甜点 这些都蛮容易的 还有奶类制品 我觉得也蛮容易的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稍微可以生活中观察一下 那这些食物呢 我们就晚上不要再多吃 再来第五点呢 就是辛辣的食物 这些辣椒 大蒜 还有生羊 从辛辣的食物 会造成我们的胃灼热 或消化不良的状况 都会干扰你的睡眠哦 那哪一些食物呢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这很重要 刚好我们讲说少吃的嘛 那什么样是有帮助的食物呢 我们可以多摄取一些 富含色胺酸 或者是这个维生素B 钙汉酶的食物 来帮助睡眠哦 富含色胺酸的食物呢 可以就是镇定放松 而且诱发我们的睡眠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代表性的食物像 豆浆 坚果 牛奶 香蕉 高鲜饼干 鸡蛋跟蜂蜜 好 豆浆 牛奶 跟香蕉 就是 这个是睡前 我们尽量不要吃啦 但我觉得在一整天 你还是可以摄取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食物本来就是这样嘛 它有时候有一些 它的营养素是好的 但有一些是 营养素可能会造成我们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另外的问题 但这个也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啦 豆类啊 或是牛奶 香蕉 这一类的东西 如果说 还是回到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有时候要自己看一下 自己在生活中观察一下自己 这一些食物会不会让你造成胀气 如果会的话 我们就尽量少吃 那如果你觉得都不会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来源 让你可以就是比较好眠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色胺酸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 必须胺基酸 人类无法自行合成 那种一定要靠外面来补充的嘛 那这个色胺酸呢 它也是协助人体 这个血清素 分泌的重要营养 而且呢 这个血清素 有助于放松我们的心情 舒缓我们的焦躁 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合成 促进睡眠 改善睡眠品质的荷尔蒙 也就是我们说的 退黑激素哦 好 所以呢 这个其实刚刚就讲的香蕉嘛 我们都说香蕉可以自忧郁 对不对 大概也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因为它本身含有了这个色胺酸 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元素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第二个叫做 丰富含有维生素B的食物哦 这个很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代表性的食物有什么 包含糙米 全麦 燕麦 红梨 等全谷类哦 这个台湾红梨 真的是蛮不错的哦 台湾 台湾产的红梨 其实它的维生素B也很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台湾红梨 其他的叶酸也很高 叶酸其实对于女生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 这个营养素哦 所以其实台湾红梨 是真的蛮不错的哦 再来绿色植物 动物的肝脏 动物肝脏类 动物肝脏类也是一样 其实叶酸也 还有蛮多叶酸的哦 小麦胚芽 还有酵母粉啊 那再来维生素B呢 我们就是维生素B群 是一个一系列 协助人体代谢营养的 这个辅酶啊 它包含了维生素 我们常听到的B1 B2 B6 B12哦 甚至我刚刚讲的 叶酸等等哦 这个都是我们说的 维生素B群里面的 其中一个哦 那可以将我们吃下去的 食物转坏成 所需的能量哦 不过呢 就是它同时又参与了 退黑激素的合成 哦 所以具有这个 安定神经的功能哦 所以如果我们缺乏 维生素B群的时候 也就会很容易产生 焦虑不安 或是睡眠不好的状态哦 所以天然的食物里面啊 我们除了猪肝鸡肝等等 这个肝脏类含了丰富的 尤其是维生素B12 还有这个味精加工的 杂粮骨类 豆类都是很好的来源 所以建议大家呢 不妨将我们平日习惯吃的 白米饭改为糙米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台湾红梨 这些红梨五股米 其实都非常的好 那这些其实你在吃的又健康 又饱足感又高 而且又可以摄取很多维生素B群 它是一个可以促进我们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哦 退黑激素的合成 那当然啊 就是我们在补充维生素 天然的维生素B群之外呢 我们要避免维生素B群的快速消耗 比方说如果我们吃了太多甜食 含糖饮料跟油煞物等等 它会让我们这个维生素B群 快速的消耗 所以我们要增加的同时 要减少它的流失 好那再来呢 就是含钙以及含铭 铭就是这个精致旁 再跟美丽的铭 含铭的食物可以帮你睡得更安稳 含钙的食物我相信就是牛奶嘛 都在大家最常听到的 再来小鱼干黑芝麻 没错这在我们馆内上课也常常讲 牛奶南瓜 再来就是南瓜豆腐 也都是有含钙的啦 但我们常常都说含钙量最高的 CP值最高的就是牛奶 再来呢就是黑芝麻 小鱼干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好摄取的 南瓜也有啦 豆腐也有 再来呢就是含美的食物 有什么呢 黑芝麻 再来呢就是和这个坚果 坚果类 再来就是杏仁粉 颧骨 颧骨类 香蕉 以及深色蔬菜 你们有没有发现香蕉出现的 那个比例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香蕉真的是一个 香蕉跟芭辣 真的是台湾人的一个 就是好伙伴的 就是又 就是价格也不贵 又好取得 但是它两个营养素都非常的高 我们讲的香蕉 其实在这个含美的量 也是非常的高 然后再来就它还有一个色胺酸嘛 对不对香蕉 所以香蕉真的是一个 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好朋友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其实 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 和这个坚果种子类 其实这些里面都会有一些 这个钙跟酶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维持 我们骨骼健康 因为钙啊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嘛 我们这个骨质疏松里面 其实骨质健康 跟我们这个钙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再来呢 它对于我们人体 也会帮助我们肌肉放松 安定我们的神经的作用 而且呢 它还能够帮助 我们刚刚讲的前面说的 这个色胺酸转换成 退黑激素 所以其实 这些蛮多食物 它们彼此都是需要彼此的 所以都是 大家可以尽量 都可以多方摄取 那我们刚刚讲到呢 如果你想要同时拥有钙跟镁 而且两者比例要相当均衡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白虾 白虾呢 就是钙跟镁 它的比例会比较均衡 很适合做晚餐的蛋白质来源 那再来呢 现在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芭蜡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它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C 其实维生素C 第一名的水果是芭蜡 所以我刚刚说香蕉跟芭蜡 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的好朋友 就是取得又容易 价格也不算贵 但是营养素非常的高 那这个芭蜡真的是可以尝尝吃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盖吸收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哦 那最后最后就是 如果你睡前真的会觉得太饿了 我睡不着的话 你真的可以来一杯什么 麦片牛奶 或者是添加一些芝麻粉 刚刚我们讲到的 对不对 或者是五穀粉嘛 因为这个五穀里面 就是含有这个芽啊 对不对 还有温豆浆 温豆浆也是在前面 我们说的色汗酸比较多的 这个食物 那它可以就是 这样子也可以补充两种营养 帮助我们入睡哦 那再来就是 如果色护腺不好的朋友们 建议你们真的 不要在睡前喝水 真的 不然就是 或者是喝牛奶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温豆浆等等 以免你半夜会一直频繁的解尿 进而影响睡眠品质 不过我觉得睡觉前 就赶快去睡觉了 不要再吃东西了啦 还有一个觉得很重要 真的睡觉前不要喝水 这也是减少你 三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见得是年纪大了 想要上厕所 而是因为 你在睡觉前喝太多水了 那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 你在睡觉前 所谓睡觉前 就是我喝完这杯水 我就要去睡觉了 这个是非常睡觉前的方式嘛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真的怕 我这样子喝太多水 会一直上厕所的话 那建议你真的是 睡觉前两个小时 都不要喝水 其实两个小时 应该也还可以嘛 你就最后两个小时 喝一杯水之后 你就不要再喝水了 因为大概两个小时之内 你应该是可以 把刚刚喝掉那个水排掉啦 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 就是真的睡觉前 大概 睡觉前真的是不要喝水 我是真的之前 因为睡觉前都会吃一个酵素 然后我就发现 我只要在睡觉前一次酵素 我一定那天就会起来上厕所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个 喝水的时间改成早上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 睡觉前真的不要喝水 不然你真的会一直跑厕所 那如果你担心自己 睡觉前想要减少上厕所的话 那也就是相对的 你在睡觉前减少你的水量咯 但是还是要提醒你啦 所以这一整天的水量 不可以过少 还记得水量要多少吗 没错就是这个体重乘以30cc 每一个人的体重去乘以30cc 就是你应该今天要摄取的水分 所以其实不要想说 我是不是睡觉前两个小时 不喝水我的水就会喝太少 但重点是你一整天 还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啦 好咯 那我们真的还是要最后要告诉 提醒大家 其实生活习惯跟压力还有疾病 很多都是跟你睡眠的一些 息息相关的问题啦 所以呢多管齐一下呢 我们才能有效的改善睡眠状态哦 最后呢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夜好眠 那大家最后不要忘记了 要订阅我们的扬声望来 还有呢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就这样咯 那我们扬声望来 下一次见咯 拜拜 本节目由 扬声慈善基金会 与公益彩券回归金 赞助播出 优优优独播出 优优独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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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出 优独播出 优独播出